触触看 触触看干啥呀 同意的话 你把手伸出来 打准机长 定了吗定婚了 来吧 这三机长 一 二 三 今天来乡亲的大爷大妈 真不一般啊 大妈说先触触看 大爷直接要求机长宣誓定婚 哇 这是乡亲场面吗 这大爷大妈真是生猛啊 刚见第一次面 就直接机长宣誓定婚了 这机长仪式 应该也只有大爷这老教师才想得出来吧 这是哪个年代的形式啊 这莫不是良善好汉的做法吧 还是说老小老小 这就像小孩子一样 回到了童真年代 大妈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像小孩子一样 被打了几下手板吧 不过 这让人觉得 还是蛮有激情 蛮感人的啊 这一世多特别啊 大妈就这样被宣誓名花有主了 哈哈 这老年相亲真是无奇不有 实在是太搞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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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哥呀 咱又第一次见面了 今天来相亲的大爷 叫张子复张大爷 78岁 丧傲 退休金5000元 有住房80平米 张大爷是教师退休 是节目组的老嘉宾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相亲了 这位们叫做老熟人了 这学校的老熟人 欢迎欢迎 敬无亲敬无 大哥不但是节目组的名人 大家对他也是不陌生 因为大家的相亲要求 很引人热意啊 不要钱的 我就不想要钱的 你看要钱的更不好 哎不要钱的吧 感情深厚 不是金钱万能 感情啊是无价的 建立起来感情 不要钱才好呢 我找老伴 啥意思啊 就是伺候你 嗯 这个词是非常非常准确的 伺候 夫人 伺候老头 中国古今 天经第一 我90多岁 是我不伺候他 但你你90多岁 你你得伺候我 要不伺候那不就完了吗 那还有有什么意义了 大爷就要找个不要钱 还能伺候他的老伴 这要求一提出来 成了大妈妈的共分啊 大爷对此只能做出自己的解释 就是说法不同不是吗 倒过说是伺候不也行吗 你伺候我 反过来我有能力 我也伺候你不是吗 我们的老伴 卧床一年 拉到地上躺向上底下 我就高手捧 那手指不行坏了 他连死在尿 我就高手捧 不伺候吗 那不是伺候吗 伺候都是相互相成的 为啥把这个伺候 成了贬义了呢 伺候是互相的 你伺候我 反过来我不也伺候你吗 是不是 找个老伴吧 说伺候就是 我伺候我最简单的 一句话就是做饭 我跟天天说 我不能做饭 你看我的饭 我昨天前天儿子来了 我给他端出来 我说 我说老四你看爸 做这个吃三天了 土豆丝高点 胡萝卜 高点瘦肉 我炒的 整不太好 吃三天了 吃饭困难 这还能 第一次炒菜呢 有生以来第一次 就是做饭困难 不做饭困难 我都不找老伴 今天我做那行事吧 不管是做饭困难 老年人的 孤独寂寞 人人有之 这种感觉 孤独啊 孤独寂寞 随受 孤独寂寞 所以吧 找个老伴呢 能一是陪伴 有个说话老科的 消除孤独寂寞 更主要的吧 能解决我吃饭问题 那就说白了就啥 你现在就是缺一个啥呢 能给你做饭的 但是比如说大姐来你家做饭了 那你是不是就能帮着大姐 比如擦擦地呀 洗衣服 哎呀 拖地我说 拖地我一天拖好病 拖地不累吗 就是理解他 歪曲那个伺候 伺候啥呀 伺候 也不是故的保姆伺候 这老伴老夫老妻 谁给谁干点啥 那这谈的什么伺候呢 你是不是 爸呀 他把你激动成这样 大爷是老师出身 这道理确实是一套一套的 难怪现在好多找对象的 都不愿意找老师 是不是因为老师太会说道理了啊 大爷对自己这套相亲理论是很自信的 他觉得肯定有理解他接受他的人 我说 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人看问题不一样 呃 前天我跟你说啊 我有一天摘鞋去 就摘鞋那样吧 跟我年龄相反一个人 瞅瞅我 你姓张吧 我说 我姓张啊 你叫张子复 我说你认识我 我瞅瞅 你把口罩咋一下 他说我的口罩咋 你也不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 我说你咋认识我呢 我跟网上看到你了 我跟网上看到你啊 看到你说的 非常好 非常有道理 真能在场吗 有识实物的 有识实物的 大爷知道连鞋匠都能接受他的观点 他就更自信了 还别说 真还有个大妈 觉得大爷这套理论不错 红娘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大爷 大爷听了 可高兴坏了 他能欣赏我 我感到很高兴 你记着 我都说了 他能欣赏我吗 这叫投缘对弈直性的通知 幸福在后头呢 幸福满满的 你放心吧 大爷很是期待与大妈见面 于是红娘赶紧联系了大妈 联盲来见大妈 我听了大姐声 我听了大姐声了 大姐 大姐 睡不大姐 哎呀妈一对我就 大姐 我就在那一直在 今天来乡亲的大妈 叫赵慧英赵大妈 75岁 离夜 退休金2700元 有住房55平米 赵大妈也是上过节目 也是节目组的老嘉宾 别看大妈现在看上去性格开朗 活得洒脱 大妈也是经历过很多磨难的 30多岁因为丈夫出轨就离婚 一个人独自把一双儿女拉着大 儿女长大成家立业了 本来以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可女儿在39岁时 因为医疗事故又离世了 黑发人送白发人 这可是老年人的最大苦难啊 自己年龄大了 儿子也远在外地工作 就剩大姐一人生活在吉林 倍感孤独的大姐 早就报名了相亲节目组 一年前 相亲也碰到了一个赶紧还算满意的 但后面也因为金钱上的问题而分手了 现在又剩自己一个人 越发感觉孤单寂寞啊 说是不表演的 你赶紧找一个有个做伴说话的 咱就找个说话老科 咱用不着花的钱呢 要什么东西也不用 他没房子上这住了 他有房子上他住 大妈就想赶紧找个老伴啊 在看相亲节目时 他看到了张大爷 觉得张大爷符合他的要求 脾气性格也很对他眼 我心里不是老师吗 个儿高 退休金多呀 退休金 他有一套 我一套都没有呢 五级产配啥 大姐说话太实在了 咋的咱得占一头是不是啊 是 那张子富大哥是这样啥呢 人家第一人家有房子 自己的楼房 第二呢 大哥是老师退休 退休金是五千块钱对吧 就是 那其他呢 个儿 个儿 脸上没那一脸巧斑 脸上皮肤也还行 你看你这皮肤也挺好 他脸上有斑我不干 那我想问问大姐 你别光看张子富大哥有楼 有退休金 个儿也高 他节目播了之后 好多大姐跟我们打电话 就觉得接受不了张大哥的思想观念 他不说了吗 你得找个人给我做饭伺候我 这事你能接受吗 伺候就是端茶道水说话老可 就这事做饭 理解都不一样 话一道跟家一说就是明白 你要是那样了 天天可以洗脚也没关系 我应该找一个 我给他踢满了一顿 我不给赖汉当主 大姐啊 你这也是个现实主义者 也是个有恨性的人啊 红娘担心大妈不了解大姐的情况 怕大妈太冲动 毕竟这个年纪了 要折腾也是很累的 所以赶紧还把自己的担心 向大妈确认一下 还有一点 你在吉林 他在松原 你看啊 你是在 你这个房子 是在吉林的江边 这么好的地段 但是张子复大哥家 是在松原的长山镇 我得一个热的地方就行 有我呆的地方行 就是也不介意 只要说他有一个伴 能有你呆的地方 也不介意说的 比如说 他的房子 啥的没有你的这个好 是吗 那我觉得吧 你还是 上大哥家看看 行不行 行不行 你看看他的环境 看看这个人 很多东西都是在电视上看的 那东西只是片面的 你知道吗 你得真的见到这个人 两个人聊天 你别光看 哎呀张子复大哥 在电视上表现的 你觉得很霸气 很爷们 你就想找个这性格的 真正两个人 比如说 见面了聊天了 接触接触 看看他能不能迁就你 你能不能迁就他 还有一个就家的环境啊 你什么的 咱也得见 我得看 得当面看看 行不行 行 好不好 爸妈觉得自己 对大爷的一切都能接受 但没见过面 通过电视看到的情况 还是太片面 所以红娘还是 建议先见面看看 于是红娘带着大妈来见大爷 还没见到面 双方都很急切了 特别是大爷 那更是忍不住 从窗户上打了大妈 啊这面这个 看着咋样 有点洋气啊 眼睛朝着瞅个不小 看见了 你看见了 对 现在你是从电视 看这个节目之后 你都能认出了 哪个是他家的那个窗户是吗 哎呀 看大姐真是 第一条身体好就可以 别的问 那都算 身体好吧 她就能够互相依靠 互相帮助 这个大姐 什么海南啊 三亚啊 出国啊 旅游啊 爬山啊 都不是问题 哎呀 那 那是野人呢 野人呢 要是思想野 海阔天空的 这也去 那也想 我这一生走最远就上沈阳 我这国庆节上我孙了 待了一星期 看看 别人这人哪也没去过 哪也没去过 啥都会 走过去啊 啥 啥 我干啥姓子 找我 找我 都不叫胡子 咋 我什么都明白 不像一个女生那么笨啊 或者说话不讲理些 我说话很讲理些 金瓜道顶 大闪一门 应该 那过去讲 讲究红装铺地 那得迎接 迎接贵宾呢 慢点慢点 去那我给你搂着点 这快赶 赶不光晃娘娘了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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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求 屋里求了 来 我正式介绍一下的 这个大哥 之前看节目了 对吧 张子复 张大哥 这个是赵慧英 赵大姐 三英占礼物啊 真是 三个眼医生 上次给 上次有一个相中他的 叫周 真是 叫周淑莹 这个叫赵慧英 是不是 这大妈也是皇太后出场啊 这么大年纪了 还来相亲 还这样折腾 真不容易啊 不得不说 这样的人真是热爱生活啊 这大呀 还真是有才 当老师的 出口就成章啊 两个刚见面 彼此第一印象都还不错 他 能够 认为我在电视台里 那个表现 形象 好 给我鼓励支持 认可 就这条我没看到他 我就相中一半了 我就相中一半了 才看着人 就是另一半 就整个了 大哥直接就表示 自己已经相中了大妈 大妈也觉得大爷 就是从电视上看到的一样 没啥区别 挺好的 哪好 个高巴也不算爱个 也行 也不是挺大度 那我肯定不干 也没有 满脸也没有白 手上我看 你也看了 也不看 没有白 这么大说就行了 挺相中的 大妈还是个严控啊 还好大爷长得和他的要求 大爷见到大妈 很是热情啊 听到大妈问他情况 他立马就展现自己种的菜 那多少平方啊 八十 八十 三十一厅八十 三十一厅 那还有个冷藏子 那冷藏子 跟能存的藏空一边大 我 我要你欣赏欣赏 胡萝卜 这都是我种的个人 那从中都是我的 那一条子 你往里瞅 这白菜 你看看 那白菜 那里头那袋子是萝卜 都是我 都是我个人种的 要知道你能种 我那一楼一百平方 你不卖 那地比这还大呢 是 那我能种 你种不种啊 种啊 哎呀呀 找着知音了 你还帮我种这点吧 他们 他们帮我种羊子 就是最好的住手 嗯 啥都会种啊 大姐都会用来啊 我是主力 不是伺候 不像啊 我啥都会种 你拿农民的东西 你拿我也是最认识 对于这些生活上的是 大妈什么没经历过啊 啥事都难不倒他 所以立马就能接住大爷的话 大妈这样的表现 很是令大爷开心啊 忍不住都想要抱抱就好呢 你看大爷都忍不住拍大妈肩膀了 有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啊 我我我告诉你 像他 成语 那你我我都给那个找 他都不不懂 夫唱夫随 这个知道吧 夫 丈夫唱 啊 媳妇就跟你随吧 就说你 丈夫说啥 那媳妇说啥 这是 那古代吧 说 富人听丈夫的 现在呢 是 现在形容啥 夫唱夫随 夫妻和睦 夫唱夫随 不夫妻和睦吗 这是夫唱夫随的 你说我 我上面干活 你要你要你也跟他瞅着 那我也能瞎起眼吗 我帮你钢琴我能中 他身体挺好 他挺挺好跳 他的性格吧 我看也挺大方也挺开朗 人投心对异 比啥都比啥都好在一起过日子舒心呢 大爷这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了啊 哎呀 我一生吧 就是在能 生活在能存 一小就在能存 一直工作在能存 我你看过 要不是能存 人家能给 给这个证书吗 容易证书吗 在能存从事教育工作 三十年 为乡村教育发展 现在有了 工资就高了 这是我的工作证 这大哥年轻的时候 这都老了 你看我年轻 赵那像 我不敢说我是 猛男帅男 像的 我现在我要个笔直啊 年轻人要由我 要玩直来的 那你要这么说 咱当初也是大美女 为啥张老师 我没有文化 我没有文化 你没文化吧 你起码也 你也认识你的名字 赵慧英 有的还连 姓都不认识呢 那这么的吧 大姐既然开口了 大姐说说吧 在电视上 为啥就相忠张主婦张大哥了 江文他倔 江文他倔 想什么 江中 江中你的倔脾气了 我应该好汉 提马力的 北北的拉汉当主 对对对对 前年我跟你说 我这一生就没窝囊过 把自己几十年的底都翻了出来 只想要大妈多了解她的好啊 当大妈说就喜欢她的倔脾气 大爷那是很激动啊 哎呀 我说你 你这个评价呀 太好 太正确 你别说你没有 江文他小小不然的毛病 就有一寸这百丑 这些都免了 就你能对我 那个录像 那我这个评价对我有这个印象 我就高兴了不得了 这可真是志趣相投啊 大爷就喜欢欣赏她 肯定她的 正当大爷激动不已的时候 四儿子知道老父亲在相亲 立马赶回来打声招呼 你好阿姨 你好 我就怕哭了翻缠的孩子 我的儿子都会在透露 就会在老年里的问题 我们从不缠 我们只能支持 对 支持 特别支持是不是 儿子对大爷在找老伴是很支持的 还叮嘱父亲好好表现 这也让大妈放心了 接着大爷又开始忍不住要表态了 我今天我跟你说 我要相忠你 我都不问你年龄 你要相忠我 不问年龄 啥意思 就这一多这一块 你看我行就行 这都不会年龄 年龄 年龄啊 不起决定作用 起决定作用是这个人 这个人的素质 这个人的体质 各个方面 这又不看年龄了 那之前那些人岁数大 为了大妈 大爷也是能出儿反儿的啊 记得上次相亲 还是要找年轻的 年轻好 当然年轻 我年轻好嘛 我没有别的想法 跟我儿子我都说了 爸爸找年轻 就是能多伺候十年 二十年 这样呢 能把我伺候死了 看样子 这男人啊 都是严控啊 漂亮的就喜欢啊 这大妈虽然年纪不轻 但打扮得年轻漂亮啊 难怪大爷都不会年龄了 大爷抓住机会 表现自己 也感到孤独寂寞了吧 睡得大了 哎呀 你说大碗水 你就得下地 闭着灯 你也得自己动 要有老板 他帮你闭着灯 他去了 你说大碗水 他赶紧就到了 他不会动 咱就送他 我那碗水 人心都肉掌 那个心是冰冷的 都能误化了 那个 伺候伺候算啥 你就真伺候我端上饭菜了 我紧忙 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啥呢 饭菜拿上 我从来没有先吃一口的 老伴不上桌 我不能隔着 就坐着吃饭的 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个事 这不是伺候吗 伺候 伺候 伺候就是互相伺候吗 那你说 我我跟你说了 那老伴一年没下了地 那拉到地上 我便盆拿了 我就告诉他捧 你捧 他就趴那瞅 我就捧 感动他是啥样 将来你要有病 我也正能这么伺候你 我说你说的是实行 你能伺候我 我相信你能伺候 夫妻感情就这样吗 这不就是互相伺候吗 互相照顾吗 但是我说 你可能没有这个机会 老天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因为你身体不好 我身体好 你看把他伺候走了吗 大爷着重给大妈解释了 伺候的含义 表达自己也是会伺候人的 这人啊 面对可行的人 也许真还是没有年龄之分 都会极力地表现自己的好 极力向对方推荐自己 大姐本来就懂大爷所说的意思 现在听大爷这么一说 就更加认可大爷所说的 就信仰的这个 有这个阳刚之气的这种 阳刚 实货 实货 就是实货 大爷一听大妈的认可 那更是拍手称赞大妈实货 那笑的也是见牙不见眼啊 大爷有什么用法 我说吧 他都能 没有拒绝的时候 你看就这一点上吧 难能可贵呀 难能可贵 思想都能统一 能躺在一起 你看我说人家 这才纯粹的付上付随 还没走在一起 我跟他说 我是要中药吗 我能中 我能不能中 心花怒放 我都心花怒放 真这我挺 常常高兴 老两口对感情 在语言上 在出事上 就应该这样 这就叫啥呀 协调 这大爷大妈两人也真是绝了 大爷讲的 沐沐横飞 我看大妈都抹了几次自己的脸 应该是被大爷喷的口水 但大妈不嫌弃啊 听得津津有味啊 这两人真还是绝配啊 本来以为双方就能成了 但当说到在哪里生活时 还是产生了一点矛盾 那我为啥叫骨灯呢 是 我有房子 我有双宝 再说我身体又挺好的 你啥都好啊 有双宝 问题一般房子 你房子可那我也不能这样住去 咱们家就在这 这就是家 是不是 上这来啊 上这楼 怎么的 他家那个十六层楼 大姐家在吉林市的江边的房子 风景特别好 上半岛那块 咱上半岛干啥 这么大事吗 哎呀 没用 太假了吧 我告诉你啊 大爷觉得要生活在自己的地盘 是女方出嫁 不是男方出嫁 再好 天堂 天堂有路 我就不走 我就地狱无门自来头 我就个人个人入地狱 找老伴 过去俗话 就是嫁给老伴 嫁给老头 这样嫁给老头 你上那边了 嫁啥 而大妈觉得大爷这态度太坚硬 至少可以两边住啊 你看他说话 嫁喊嫁喊 我不能上你的去 你不上我的去 我不能离开这地方 那能行吗 那你得悠和一点的 你说夏天了 这边来溜着溜着玩一玩 都可以的 来住一家两个 你不能让我总在这地方玩 别去死我了 那大姐 那来之前我就问过你了呀 我说两边住可以 他说不行 你家娘 这不在这 那我还能家也不要了 但大爷觉得住女方家 就是倒叉门 我告诉你 倾倾 我都不是大男子主义 人家俩人结婚 不都上男的家吗 男的上女家 就倒叉门来 老年婚也也是这样 我找老伴 起过老伴起到家了 我也不一定 找那去 相亲场面有些尴尬 我家太热了 看他都干净 他家都干净啊 什么东西都丑 丑丑丑丑 丑我这点什么都不丑丑吧 嗯 啊 别去 习惯称自然 我就适应着这环境 我这环境 我说八十平楼也行吧 大爷又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 说叫 可大妈在这方面 因为落差太大 不听了 红娘赶紧出来调和 那你理解一下 那个地方也是大姐生活的 一辈子的地方 那咋整个 你说现在呀 人哪 都有个 男姐的这个环境 男姐的姐 那你说 他那点不也是一辈子吗 七十五了 故土难离 他在那里也待这么多年了 已经离开吧 也可能也舍不得 那你要 要是 能往不好个家 中的园子 过年个家个家 平常没点事 说我回家待一段 那你就回去待一段 是吧 那这两个家来回跑的 这也不 也不是什么坏事 大爷也能接受 毕竟都不想离开自己 已经住习惯了的地方 这是人质常情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也就同意 两方都可以住 两头住吧 以咱们这是 这是家 以这为主 不能说 这不是家 以我为主 以我为主老伴吗 你是老伴啊 那我不是老伴 你不找老伴呢吗 你不找老伴呢 咱俩这么说 咱俩都抛开 是我嫁给你了 是你嫁给我了 你也嫁给我 我也嫁给我 找到你啊 我找到你是幸福的 你找到我 也是幸福满满 幸福 其乐 荣荣 那保证好 那保证好 你看看 你看看 前途光不光明 爸呀 你确实是遇到了真爱啊 否则哪能如此轻易 改变自己的想法呢 那可是几十年的老顽固啊 其实到了这个年纪 还能有如此的冲动 还能做出如此的改变 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 也是值得肯定的事 大妈对此也很开心 因为大妈也从大爷身上感觉 自己还是有魅力的 如此就主动要求 与大爷先出处 出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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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看干啥呀 现在就出了 还看你 看干啥 还在一二一呢 我这人呢 办啥呢 就是透露爽快 如果成在了 就是老夫妻老伴 不成 坐车 坐车 打马回山 打马回山 回吉林市 你江边 那风景区是什么呢 吉林当 我就不愿意说 这个试试看 我带头表示 我说同意了 你也说同意了 那同意还试试看看什么 就这样呢 不说性格啊 什么事 性格啊 慢慢磨合 互相包容 比啥都重要 要是同意的话 你把手伸出来 打得吉长 不是 等会咱先说 吉长啥意思 吉长吧 就是表示决心 吉长就是表示决心 吉长 那来吧 这不决心吗 就决心吗 咱这就定了吧 定婚了 来吧 咱吉长 一 二 三 随之大爷可不想出出汗 就想直接定下来 当场就吉长宣誓 看了这大哥大姐的乡亲 真是眼泪都笑出来了 感觉这个年纪的老头老太太 真的是蛮可爱的 他们来乡亲也蛮搞笑的 特别大爷是当老师的 虽然有点固执 也喜欢说道 但碰到自己喜欢的人 表现起来也是像个毛头小伙一样 也是蛮可爱的 可是遗憾的是 虽然当时两人机长盲事了 但大姐回去后 仔细想了一下 这个年纪了 祝大爷那边不行远 两边住 来回跑 又太折腾人 所以干脆还是选择了分手 确实 这个年纪了 考虑的问题更多 毕竟生活很现实 这情有可原 不过以他们都如此热爱生活的状态 应该很快都能找到合适的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